現在我們要教的內容叫做地質構造 地殼是會變動的 地殼是會變動的 滄海會變為桑田 桑田會變為滄海 海會枯石會爛 我愛你的心會改變 OK 地殼是會變動的 玉山上面有貝殼化石 貝殼應該是活在海裡 現在越跑到了三千公尺的山上 表示它從海洋變成陸地爬得很高 就告訴我地殼是會變動的 地殼是會變動的 所以華碩廣告說它華碩品質堅若磐石 你地殼的眼光看 磐石一點都不堅固 因為它會改變 那麼地殼變動的最好證據是地震 為什麼 因為它會馬上變給你看 在短時間就變動讓你看得到 它發生變化了 所以地殼變動的最好證據是地震 人類會寫歷史 會是書寫記載下來 所以你可以從人類記載中看到海孤石 看到滄海變成桑田 桑田變成滄海 那人類書寫歷史之前的呢 你怎麼知道 靠地形的變化知道 我們可以靠地形的改變 才了解地殼會變動 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後面會再說一次 叫做巴仙洞 台東的名勝巴仙洞 傳說巴仙過海的地方 那麼巴仙洞 它是一個一個高高低低的海石洞 越上面越老 越下面越年輕 不可能四百萬年前海水每天跳高高 挖一挖下去休息 再高高再挖一挖下去休息 三百萬跳比較低 挖一挖回去休息 一百萬跳更低 不會這樣 一定是現在挖一挖上去 再挖一挖再上去 再挖一挖再上去 所以這些高解比零次高高低低的海石洞 證明的一件事什麼是 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這件事後面會再說一次 這個證據後面會再講一次 所以地形的變化了解地殼會變動 那麼地球其實沒有這麼穩定 它會有很多改變 受到了強大的外力作用 尤其側壓力會產生變形 注意這個變形要在地下深處發生 你在地球表面上哪一塊大石頭用一個來卡落去 它就只會怎樣 碎掉 不會變形 在底下有高溫跟高壓 它的可塑性會比較大 性質改變 可塑性都常會變形 以前在地下深處發生 不代表現在一定要在地下深處才看得到 因為地殼會變動 會翻給你 露出表面給你看 那我們要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就是我當回要教的內容 折咒 解理跟斷層 解理不重要 課本一句話就沒有了 石頭斷掉叫做解理就沒有了 重要的是折咒跟斷層 比較重要的是斷層 比較重要的是斷層 所以我們要介紹幾個變形的樣子 叫做折咒 解理跟斷層 就是我們要給各位介紹 OK 好 第一個就介紹所謂的折咒 好 那麼介紹之前先告訴你 我們的這些變形在層積連中最容易發現 為什麼 因為層積連有層裡對不對 有一層一層 有一條線一條線嘛 所以那個線彎掉了 那個線斷掉了 你看那個線就知道了 所以說我們說在層積連中最容易辨識 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OK 好 好 第一個介紹叫做所謂的折咒 折咒就是 嚴懲受力 彎曲但是沒有斷裂 彎曲但是沒有斷裂 嚴懲受力 彎曲但是沒有斷裂 這個形形叫做折咒 我們國中教兩個最簡單的 叫做象斜跟背斜 這裡有圖 這裡有圖跟照片 單尾也有圖跟照片 好 那你看 那我們的重點就是會認出來 他是象斜還是背斜 他會認出來他是象斜還是背斜 OK 還有分象斜跟背斜 我們教最簡單的這兩種 折咒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大可以到上百勾力那麼大 想說可能要用放大的鏡頭 可以看得到 中間這個照片是個普通大方 圈起來那個是個人 對照一下 折咒大概這麼大 有點大又不會太大 一個折咒 小劉大小就看看就可以了 OK 我們的折咒的部位分做兩種 一個叫做軸部 一個叫做翼部 你看圖就知道 中間那個叫做軸部配勝軸 旁邊叫做翼部 旁邊叫翼部 旁邊叫翼部 OK 所以有軸部跟翼部 我們就是根據軸部跟翼部的關係 把它分做象斜跟背斜 我待會兒會講文言文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象斜 哇啦哇啦哇啦叫做背斜 那些哇啦哇啦通通都不重要 考試就是畫一張圖給你 你認出來他是象斜還是背斜 會認就可以了 至於那個文言文 那些國字 什麼什麼什麼叫象斜 什麼什麼叫背斜 那個並不重要 考試會看出圖就可以了 第一個叫做象斜 象斜就是兩翼相對軸部 相向而行 向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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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兩翼相對軸部 相向而行 軸部 向下滑 向下滑 兩翼相對軸部 相向而行 叫做 相形 和向下滑 所以兩翼相對軸部 相向而行 就叫做 向斜 那什麼叫背斜 跟剛才一樣 向下滑 向下滑 表示什麼意思 兩翼相對軸部呢 相背而行叫做背斜 軸部 向下滑 向下滑 兩翼相對軸部 相背而行 叫做背斜 這個意思 所以相向而行 叫相形 相背而行 叫做背斜 就這個意思 很簡單 這就是教訓你 軸部跟 向斜跟背斜的意思 我剛剛講過 這上面寫的國字 通通都不重要 人家圖畫給你看 你認出來 它叫做向斜還是背斜 就OK了 你會認就OK了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認出這個是向斜還是背斜 OK